随着季后赛的不断深入 越来越多的巨星开始钓鱼之旅 交易留言也渐渐多了起来 帕克重伤后 罗斯有望加盟马斯 胡人自信能在2019年搞定保罗乔治 洛瑞跳出和同期望 加盟一支西部球队 安东尼都在和快船眉来眼去 东部的巨星阵容就快被挖空了 为何巨星喜欢扎堆 原本就惨烈的西部战场 今天的冬决第二场很能说明问题 半场落后41分 最大落后50分的战况如何来看都不像 发生在分区决赛的赛场上 当镜头扫过北岸花园球馆的绿色海洋时 那里沉寂的相片死水 贵为东部第一 常规赛53胜的凯尔特人被骑士打得溃不成军 绿军平均身高1米85的后卫线 顶不住骑士的错位 舆论惊呼 绿军就算加上这个状运签也打不过骑士 东部已经完蛋了 至此为何巨星都不愿东游 因为东部所有球队都不具备 加上一名巨星就能挑战骑士的能力 不幸咱们盘算盘算 凯尔特人 就算是蒂文斯教练在牛逼也不能给自己的三个后卫一人 加上十公分 只要绿军不卖托马斯 这条后卫线就得经历骑士三番五次的蹂躏 内线里加上在老鹰霍福德很有可能将第四次被詹姆斯横扫出局 他在场上面对骑士的获胜欲还不如杰伦布朗 骑才 如果得到乔治 骑才将组建一场豪华的进攻线 但其他人面对骑士就显得乏善可陈 另外他们没心惊空间能白白得到乔治 猛龙 加拿大人最重要的任务是考虑留不留洛瑞 如果不留 休赛期没有比洛瑞更年轻更出色的极战力 如果留 两亿的豪约基本就锁定了猛龙未来发展 左手右手都是毒药 任意一杯吧 西部可就不一样了 只要波波不退休 马四就是西游最稳妥的选择 轻描淡写尖马四完成了全力更替 如果伦纳德没伤 勇士都得在主场被揍得云形毕露 任何巨星 特别是年过三十的这帮人 都想去体验一次学院派篮球的魅力 火箭也证明了 他们不再是西部看客 即便是失去了霍华德 一旦得到另一个进攻发起点火箭 会到更高的层次 至于勇士 只要那些自由球员对冠军的执着近乎疯狂 不在乎钞票多少 那么荆州永远都是追逐戒指最好的选择 归根到底 巨星不愿东游的原因是西墙东弱的格局 东部除了骑士所有球队都没有媲美西部珠强的完善体系和球员架构 就算去了也依旧是送给詹姆斯的炮灰 去西部则是锦上天花一步踏入争冠球队行列 面对这种局面巨星们的选择也就一目了然了